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楼叶 这次带着他的新作品推拿参加台北电影节 为求逼真开拍前演员到盲人学校上课体验看不见的生活 同时片中也加入了六位盲人共同演出 楼叶利用手持摄影展现出盲人的真实生活 这部电影在柏林影展获得最佳摄影英雄奖 此外他也非常注重音效 他说希望让这部电影让盲人听得见 大家都齐了啊 那个照相师傅 拍的时候给我们口令啊 盲人按摩师排排站在一起合照 闪光灯下笑中带泪 这是中国导演柔叶的新作推拿 使用大量盲人演员入选今年柏林影展正式竞赛片 并获得最佳摄影英雄奖的肯定 就比如说我们有盲人副导演 然后专门为盲人来熟悉现场 然后我们也会准备盲人剧本的盲文剧本 然后在演员会议的时候读 然后我们也从盲人演员那里得到很多 关于盲人生活的一些最日常的一些状况的信息 电影推拿改变自中国知名小说家 碧飞雨的作品 描述从小意外失明的男主角 在南京一间盲人按摩院工作 其实一群与他命运相同的伙伴 导演楼叶特地用手持摄影的方式 搭配镜头焦距的变化 呈现盲人眼中的世界 演员还特地到盲人学校把眼睛蒙起来 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 片中特别重音效搭配 楼叶说希望让盲人也能听见这部作品 它能够让整个拍摄的对象 能够处在一个生活状况里头 而不是说是一个拍戏的状况 所有的灯打在那里 然后他在那边表演 我希望他生活在那个空间里头 所以摄影机手持摄影提供了这个可能性 楼叶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 首部长片就在德国曼海姆影展 获得最佳导演奖 第二部长片苏周和则拿下路特丹金湖奖 成为国际影展的常客 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拍苏周和 沿着河流而下 从西向东穿过上海 2006年因为作品《颐和园》 以六四事件为背景 碰触中共敏感话题 而遭到严惩 禁止拍片五年 实际上这是和整个我 比如说大学时代比较有关 因为那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身边的 所以实际上一直想拍这个作品 背景期间楼叶依旧持续创作 2012年的作品《浮沉迷世》 如为七项金马奖 对中国电影发展影响深远 这次除了带来新作推拿 更展出历年来的电影配件 以及剧照 带观众看见它眼中的世界 明镜与点点栏目